6月28日,中央军委在京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两名政治委员晋升为上将 分别是北部战区政委郑璇,军事科学院政委林焕新 公开资料显示,58岁的郑璇是福建敏侯人 曾任原成都军区某高炮旅政委,驻点某师政委等职 他在2020年任北部战区副政委,战区陆军政委,至此番旅心 在此之前,郑璇曾多次执行抗震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61岁的林焕新是江苏晋江人,曾任原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主任 2018年任中央军委纪委政军职专职委员 2019年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 2022年当选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两位新晋上将,此次军事以新职务亮相 此次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是今年的第二次,近一年里的第三次 今年1月,中部战区司令员黄明晋升上将军衔 去年9月,中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晋升上将军衔